有网友说听毛毛的歌就会让他阴谋 所以大家都叫你 你不知道吗 令人心动的Offer 3 在没有任何过分宣传的情况下 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开播了 原因并不复杂 因为节目组这次找到了宝 有了周深以及毛不易的加持 想不火都难 超过80%的观众 都是冲着他们二位来的 没开播之前 就掀起了全网热议 虽然主线剧情围绕素人展开 但真正的看点永远都在周深一人身上 这次跟毛不易同时出现在同一档节目当中 确实让不少观众都眼前一亮 在讨论职场就餐相关礼仪的时候 毛不易主动向女强人易立静提问 直呼作为领导会注意员工谁先递一个洞筷子吗 易立静的回答一针见血 毕竟这个细节关乎职场礼貌 在两人越说越激动的时候 一旁的周深显得非常接地气 弯腰去拿了放在桌子下面的水 本来就是想喝口水解渴 结果却成了全场的焦点 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周深 只见可爱的周深一脸无辜 可爱至极 表示自己只想喝口水而已 毛不易还不忘补刀 十分疑惑地说 不敢相信你在干什么 故意装作惊慌的样子 知道的以为是开玩笑 不知道的 还以为周深做出了什么惊人的举动 不起眼的一个举动 恰恰说明了周深接地气 一点都没有明星的架子 换做其他偶像的话 必然会考虑到面子问题 生怕镜头拍到自己丑的一面 但周深完全不同 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 他都一直做最真实的自己 从来不会给自己立什么人设 对此不少粉丝都说周深喜剧人实锤 凭借着一个出圈动作 就拉满了节目的效果 毛不易也同样如此 打开弹幕不难发现 很多的网友都开玩笑地说 毛不易是老阴阳大师了 长高高 我怕你觉得我在讽刺你 你现在是在讽刺我 男护士 男护士 那也不能是女护士 我就站在这儿了 试一下呗 为什么 为什么 他的一句吐槽 让周深拿着水 不知道该喝还是不该喝 当然了 他们两人之间的爆笑互动 只是在开玩笑而已 没有谁针对谁的意思 还是很开心 然后不会想的太多 哦 你看这句话其实就是真朋友 他知道我的性格 绝对堪称火酒剑的名场面 呈现出来的效果 比观众预期的还要精彩 听他们两人的对话 仿佛就听到了德云社的相声一样 经距频出 搞笑不断 严肃面对考试环节时 适当调节现场气氛 点到为止 一点都不突兀 不然的话 很容易陷入尴尬 事实也更加证明 周深跟毛不易 才是真正的看点 毕竟毅力尽太犀利 孟非只是主持人 胡海权是流行歌手 光靠他们三人的话 很难撑起一档节目 相信不少观众都跟我一样 总觉得周深的镜头太少了 每次都是刚看上头 或者一个话题 刚聊到关键点时 镜头就切到了下一个环节 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周深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给观众解惑 帮助我们以最快的速度 了解医院类相关知识 我们一定会期待 每一个的神仙打架 因为大家印象中的医学 就是看到一个问题 叹叹叹叹叹叹 一个数据出现在眼前 就把它立马解决掉 非常稚嫩的医学生 慢慢开始变成 然后或者出现医生的模样 所以我觉得这一季 特别特别的特殊 这点除了周深 还有一个就是毛不易 喜欢他们的观众都知道 二人最早的时候 都接触过医学行业 也是为什么这档节目 要同时邀请他们二人的原因 在其他人疑惑不解的时候 总能第一时间站出来 为大家解惑 在某种层面上来说 周深和毛不易 不光是该节目的嘉宾 还担负着解说员的工作 剧情设定的也很走心 展示的都是医学生们的日常生活 没有很狗血浮夸的剧情 其实医生这个职业 人人都接触过 只是了解的多和少而已 今年又这么特殊 医生一直都备受关注 而在这个时候开播令人心动的offer3 可以让更多的路人 更进一步的了解医生不为人知的一面 八位医学生就现在的情况来看 都很讨喜 起码没有之前的凡尔赛人设 入座时暴露出来的社交恐惧症 简直不能再真实了 节目组号称高压面试八个医学生 做得一个比一个远 得知一个是东北辽宁的 一个是长沙的 周深说道 各自带着自己的户口本出来说话 总而言之 这档节目正能量爆棚 不光贴近现实 还能鼓舞当下很多的年轻人 让他们对医学行业有充分的认识 而周深全程高能输出 他的加入为该节目 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番言论总能打动人心 所以入坑不亏 值得一追 从某种层面来说 Offer 3就是周深的主场 不熟悉周深的路人 可能都会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前两季的嘉宾阵容都换了 为什么周深还会出现在第三季当中呢 究其原因并不复杂 因为周深正能量爆棚 在清朗行动进行的过程中 很多艺人不是人设翻车 就是发生了不好的事情 唯独周深还在勤勤恳恳的 做着分内的事情 不鸣则已 以鸣惊人 只有他的热搜出现 就一定是正能量话题 其实周深录制Offer 3时 环游G3也向他发出了邀请 当年这档综艺能够爆红全网 完全归功于周深艺人 其他嘉宾大部分都是流量明星 观众多少都会带有粉丝滤镜 但周深就完全不同了 除了粉丝们一如既往的支持外 不少路人都被他成功圈粉 主要还是因为周深表现的既真实 又不落俗套 一点偶像包袱都没有 也正是因为如此 青春环游G3开播后 收视率远不及这档 令人心动的Offer 3 由此可见周深的影响力 有多强大了 周深之所以选择参加 令人心动的Offer 3 细评的话就会得到真正的答案 两档节目相较而言 环游G太过于娱乐化 几乎全程都是在做游戏 呈现出来的效果确实搞笑 但搞笑过后没有深度 可令人心动的Offer 3 通过不一样的视角 来观察医学生们的日常生活 于情于理都比环游G有高度 其次周深的定位对节目组而言 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的存在可以让第三季的节目串联起来 说白了就是一个精神的延续 简单一句话把节目的重点就表达出来了 所以周深就是一个桥梁 它的存在可以把两季的实习生都放在一起 来跟大家讨论进行深层解读 不会让观众有出戏的感觉 代入感极强 一番言论确实显得很亲切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 如果令人心动的Offer 3 没有周深的话 可能也不会在众多综艺中脱颖而出了 我们自然也不会继续观看它的节目 所以周深的存在意义深远 可以看到它才能让我们感受到 这还是我们熟悉的行动的Offer 总而言之 这档节目有反转 有效点 周深依然断层输出 总能带给我们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惊惧评出 每当镜头切到它的时候 就会有出圈的名场面 所以入坑不亏 无疑就是今年的一部爆款综艺 铺铺弹 把它们有远离